在黑海进入俄领海 遭到俄舰机警告射击驱离后 被打脸的英军 电人试图在另一个海空域找回场子 根据俄媒体的说法 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F35B战机 在地中海监视俄军演习 虽然俄军方说外国战机遭到俄战机驱赶 但根据俄军方发布的视频来看 双方在地中海的这次较量 火药味甚至不亚于黑海那次 先来看看俄军方 是如何还原这次F35B的洗脑行动的 俄罗斯塔斯社29日报道称 根据俄国防部28日公布的最新军演士兵片段 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起飞的F35B战机 先是参加地中海演习的俄军舰艇和飞机 从参演的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拍摄的视频显示 F35B战机先是绕飞俄军舰艇编队 然后是一架F35B 再有苏35护卫的两架图尔尔M3远程轰炸机上方通过 稍后在稍低高度另一架F35B同向飞过 不过由于距离较远以及图像清晰度有限 目前很难完全确认到底是英国的F35B 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 目前英国航母上部署有英美两国的F35B战斗机 据报道 自25日起 俄罗斯常驻叙利亚特险编队的军舰 潜艇以及可携带匕首高窗音速导弹的米格31K战机 图22M3远程轰炸机和反潜机在地中海东部地区 开始举行大演习 在演习中 舰艇演练了击退敌人空中打击的科姆 重点是打击假想敌的战机直升机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此次演习出动了黑海舰队旗舰 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 配备口径巡航导弹的艾森海军上将 和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及两艘潜艇 还有图142MK1238反潜机 图22M3远程轰炸机和米格31K战机 俄军此次演习 是在英国伊丽莎版女王号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进入地中海水域的背景下进行 该航母上配备有10架英国F35B战机 因此 俄罗斯此次演习是向北约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 据报道 目前英国航母位于塞浦路斯以南地中海水域 紧临俄罗斯演习区 6月30日前 航母编队将在这一水域保持戒备状态 并将在地中海再停留2到3周 之后将通过苏伊之运河前往印太地区 对于这一事件的俄方应对情况 俄联邦新闻通讯社28日报道称 英国F35B战斗机首次在地中海上空 与俄罗斯米格31K相遇时 就飞得离俄战机远远的 当时 F35B战斗机飞越了俄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 护卫舰上空 俄军米格31K战机对英国战机的出现 做出了闪电般的反应 在俄军机接近F35B时 英国飞行员被俄战机吓坏了 只得立即飞走 这次时间不长的海空遭遇过程 虽然没有像上次那样出现开火警告 以及头戴试警的情况 但这可能是首次俄军舰 针对英国新型航母舰载机的一次 电子攻防实战对抗 有俄媒体报道称 英国F35B飞机当时试图用电子战系统 对该地区的俄军舰实施干扰 但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 成功捕获到隐形战机 并用舰上防空系统跟踪它 直到其完全离开军舰所在海空域为止 英航母F35B战机飞行指挥官 詹姆斯·克莱克摩尔称 当时双方飞机已经在彼此的视线范围内 俄军事专家康斯坦丁·西夫科夫称 俄罗斯正在密切关注该地区的局势 并正在为可能出现的挑衅做准备 目前 俄国防部已在地中海 部署了一个航母打击群 用于打击航母编队 这一航母打击群 由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LK飞机 及携带有航母杀手支撑的 K22反舰导弹的图2RM3轰炸机组成 前一航母杀手支撑的